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清水大牌昨日遭入白色废水污染,鱼湿分不达2公里,连别也遭殃,清洁队员今日仍持续清理鱼湿,环保局查出污染源来自布料工厂,将依法裁罚。 清水大牌灌溉国庆,玉甲,临江里的农田,附近农民近期不要放水进入农田,避免造成二度污染。 海岸资源渔业发展所长黄玉珍今日表示,昨日未满月最大潮,若污染物不多,会被海水带到外海。 清水大牌紧临高美湿地,大牌内鱼群悠游,昨日中午清澈水质变色,飘散臭酸刺鼻味,水中绝鱼翻渡暴毙,引起沿线居民惊慌。 清水区域家里长洪瑞昌表示,他发现门前大牌陆续游死鱼翻渡,数量颇多,赶紧通报1999,由于大牌灌溉国庆,玉甲,临江里农田, 也通知农民不要饮水灌溉,避免污染,勾取沿线蔬菜暂时勿采收。 台中市环保局获报后派源采水化验,并寻现往上游追查污染源,查出乳白色废水来自国庆里的一间布料工厂。 业者坦诚因员工不慎打翻16公升水性粘柱剂,费烟味妥胜清理,即用水柱冲刷,流入厂渠周边灌溉沟渠, 导致废水流向下游的家狱里。 由于清水大排水流直接注入高煤湿地,与污染点仅相距三公里左右,民众担心保护区遭波及,台中市环保局医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净行告发, 对业者采取三万以上,三百万元以下罚款。